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,张子言的案件,一直是网友关注的焦点,虽然张子言已经去世好几年了,但是网友确实时刻刻,都希望案件早日真相大白,能让这位可怜的姑娘安心。 近日,韩国电视台首次播放张子言案件纪录片,该纪录片详细地列出了张子言遗书中所有犯罪嫌疑人的信息,在播出第一集后,就引起了韩国网友的高度关注,随着民间搜集的证据越来越多,张子言的则,其创办的集团更是逐渐地走了下坡路,韩国网友对其和其子共享事件感到非常的愤怒, 希望能对其判刑,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不可能了,因为新格号目前已经坐着轮椅,意识也是混混顿顿不清楚,意思患上了老年痴呆,可是恶人有恶报,虽然还有很多事案人在消养法外,但是随着各种证据逐渐曝光,更多事案人也在逐渐地曝光,正义的宣判一定会到来的, 一定会还张子言一个